李达撵着李逵快走 李逵说不走 李达气的说 你不走 我走 这个时候老太太在旁边说了 李达呀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 你兄弟多数年不回来 今天好容易回来 见到为娘了 你怎么就撵她走呢 娘 您不知道啊 她在外边又闯了大祸了 她这一回来 给咱们娘俩又带来了灾难 李逵呀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娘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上了梁山了 梁山上那都是一些好弟兄 我们在那儿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 论秤分金 过的都是舒心的日子 这些日子 我不能自个儿过 我特意回来 想接娘 您上梁山 跟我过两天好日子 这就是为而我 一片真情实话 大哥 我这回不给您蒙着 不给您盖着 全是说的事情 您还怎么样呢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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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逵 你上了梁山了 你当了贼了 你这一进咱们的村 你敢保证没人看见你吗 要是有人看见你跑到咱家来了 到官府里边一抱 你就跑不了了 不但你跑不了了 我们娘俩一块都得抓进监狱去 我们过好日子 我们上监狱里边过去吧 好好好 你不是不走吗 你不走 我走 我上官府里边 我去报告去 我就说你回来了 我让他们抓你 因为我要不报告 官府知道 就得抓我 把他娘也抓走 说的话 李达转身往外就走 李达迈步往外一走 老他在屋里就喊啊 李达 你回来 李达头也没回一甩袖子 走了 李达这走 李逵站在这半天无言 哎 是啊 愿我铁牛 坐视莽撞 当初让我哥哥替我坐了两年间 我哥这个劲也过不来呀 娘 如果我哥哥真要到官府告发了 这个事可就麻烦了 不但把我抓走 把您也得抓走啊 娘 您相信孩儿我吧 我把您带到梁山去 那弟兄们绝不会错待了您 娘 事不宜迟 您跟我走吧 啊 我眼睛什么都看不着啊 我怎么走啊 李逵说娘 怎么走 我背着您走 咱们马上动身 李逵想到这里一伸手从怀里边掏出来五十两一顶银子 把这一顶银子放在床上 李逵心想 我那个哥哥 受了一辈子穷 遭了一辈子罪 没见过大银子 别说五十两的 十两一顶的他都没见过 这回我给我哥哥撂五十两银子在这吧 哥哥 你回来之后 你找官夫也罢 不找官夫也罢 见到这五十两银子 你自个就可以做个小满满 不用给人家当长工了 我李逵 今日就要告辞此地了 娘 我背着您 走吧 啊 我 走吧 李逵过来把老太太俩胳背抓过来 往肩膀头一搭俩手一兜老太太的腿 这老太太也挺瘦 没多少分量 李逵那体壮如牛啊 背着这老太太一点负重感都没有 背起自己的娘来 李逵一低头就出了自己的猫屋 大踏步顺着山路就走下来了 李逵走了 李达呢 李达一会他回来了 李达干什么去了 不是报官去了 李达的确看见李逵之后 他有一肚子气 他想去报官 走出自己院子门 走离段路 自个心里一合计 哎 我去报官去 我是他的亲哥哥 我报了官之后 让官家把他抓起来 我受了功 那我娘的心里边也不平衡啊 老太太还不得死了啊 唉 行啊 我回去吧 李达转了一圈 他又回来了 回来之后一看屋子里边没了人了 床上放着一顶银子 哎呦 怎么这么一大顶银子啊 拿起了一掂量 好几十两啊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他把银子放在床上 转身又出来 四面观望了一番 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弟弟 往哪里去了 李达只好又回来了 李达如何生活 咱们就不说了 单说李达背着自己的老娘走出了村子 这个时候天可就黑下来了 这正是本月十三四 一会儿的功夫一轮明月升上东山 月明星夕照得大地一片银白 深秋景色 阵阵秋风吹得腐朽落月 从地而起 李达背着老太太顺着山路往前走 走着走着前边有一道大铃 这道大铃李达知道叫翼铃 他顺着这大铃就走上了山坡 往上走着的功夫 老太太在李达的后背趴着 说了一句话 李达 咱们走出多远来了 娘 快了快了 天亮 咱们走到易水县 那有朋友挡住我 有车接您 您坐着车 咱就上梁山了 啊 我有点渴了 娘 您渴了 哎 您等一会儿啊 我给您招点水喝 李达背着老太太一直走到岭上 到岭上之后 一看旁边有一块卧虎石 卧虎石旁有几棵松树 这个地方不错 李达轻轻地把老太太就放到这卧虎石上 转过身来 看了看老娘 娘 您觉得累吗 哎 不累呀 你走路 我怎么会累呀 娘 您这腿麻了吗 我给您揉揉腿 李达给老太太把这腿又捶了捶 啊 好了 好了 我现在啊 我现在啊 就觉得口渴 好 您别着急啊 我给您找水去 李达把这口坡刀往旁边一立 扶了扶自己的腰刀 站在岭上往四下观桥 哎呀 这岭上有没有全眼有没有山西呀 李达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听那岭下边有溪水的声音 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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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就在这儿等着你, 你快点回来啊, 好, 李逵一转身, 顺着山坡就走下来了, 他听着那溪水流动的地方, 来到了溪水的跟前, 一看山脚下, 这有一道小溪, 这道溪水非常的清澈, 溪水哗哗的流淌着, 反衬着天成的月光, 李逵先蹲到这小溪边上, 拿手捧着水, 喝了两口, 喝, 喝, 嘿, 这个溪水不但凉彻, 而且还带点甜头, 好水, 李逵想, 这个水给我娘喝是再好不过了, 不过, 我拿什么给她喝呢, 身边没有碗, 俩手捧着, 到山上边那就都漏光了, 哎呀, 这怎么办, 李逵无意中一抬头, 看离这个小溪旁边不远呢, 有一个小庙, 李逵迈步就到这庙里来了, 一看, 这个庙是个四水神庙, 上面有一个神像, 神像前边有一个石头香炉, 这个神像可能也是多年没受香火了, 斑驳路离都没有模样了, 这香炉呢, 里边光有点香灰, 一点烧香的痕迹都不存在, 李逵想, 这个神哪, 也是个穷神哪, 没人搭理他, 没别的, 神仙, 借你这香炉试试, 给我娘咬点水一口, 李逵把这个石头香炉拿手这么一搬, 呀, 这石头香炉没搬动, 仔细一看呢, 这香炉腿跟底下的石头座, 是整个的, 在一块连着呢, 李逵心想探娘的, 当初造了个香炉的时候, 大概就怕有人把香炉偷跑, 所以底下连这个石头座, 哼, 今天我娘急等着喝水, 顾不得这么些了, 我连底下的座, 我一块给你搬起来, 李逵一时劲, 连香炉在底下这个石头座, 总有好几百斤, 他一块就给搬动, 嗯, 搬起来之后, 有打庙里边他就出来了, 来到庙外, 看见旁边有一块大石头, 他把这个石头香炉连的底座, 罩那个石头上, 啊, 咕啊, 使劲往前面一摔, 快, 一下子把那个香炉, 有打那石头底座上, 就给摔下来, 把这香炉他捡到手里, 香灰往地上一倒, 李逵拿这个石头香炉就下来, 来到小溪边, 拿着溪水, 先把这个香炉外边刷了刷, 然后又咬着水, 把香炉里边涮了涮, 涮了一遍又一遍, 足足涮了又六七遍, 李逵拿鼻子闻了闻这香炉里边, 一点杂味都没有了, 这才拿的香炉在小溪里头灌了一香炉水, 两只手拖着这个香炉, 慢慢地一步一步就走上岭来, 来到他老娘坐的这个石头跟前, 定睛一瞧, 哎, 这老太太没了, 哪去了, 李逵把这个香炉就放到地下了, 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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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娘, 您上哪儿去了, 他连喊了十几声, 只听见山谷的灰音, 再无别人打话, 李逵心想, 这怎么的了, 我娘跟我说了, 他不能动这个地方啊, 他为什么离开这个地方了呢, 哎呀, 深惊半夜, 这山上难免要有豺狼虎豹出现, 别再是什么东西, 把我娘给叼走了吧, 李逵急忙以附身捡起这口坡刀, 他就四处寻找, 领前领后, 领左领右, 找了老半天没找着, 他鞋子里顺着领铺又往下走, 走着走着, 就看前边有一个山洞, 远远的借着月光, 在山洞前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动态, 李逵猫着腰奔这个方向就走过来了, 来到山洞不远的地方, 他一瞧啊, 哎呦, 在那个山洞前边, 有两只小老虎, 这两只小老虎正在那撕扯着一个什么东西, 李逵几步又走进来了, 他一看, 这两只小老虎正在撕扯一条人腿, 李逵马上就意识到, 哎呀, 这个人腿会不会是我娘啊, 李逵此时刻他不急多想了, 把这坡刀一摆, 奔着这两只小老虎就喘过来了, 这两只小老虎一看有个人来, 这老虎他哪怕人哪, 冲着李逵只哼哼, 李逵心想, 你还冲我哼哼, 那个小畜生, 他往前一纵声哼, 上去就给那小老虎一刀, 这一刀处在那小老虎肚子里了, 那小老虎嗷了一声, 当时就死在那儿, 李逵把刀弯了一拔, 另一只小老虎一看那个虎死了, 那小老虎一掉头自溜, 就钻到山洞里去了, 那个小老虎进了山洞了, 李逵低头一看这只人腿, 再往旁边看, 有撕扯的衣服碎片, 李逵把这衣服碎片滴了起来, 瞧了瞧, 哎呀, 这衣服碎片正是自个儿老娘穿的衣服, 此时的李逵, 就像蜂魔了一样, 我就打水的功夫, 我娘让老虎给吃了, 李逵都是你的过错, 现在李逵不知道找谁算这笔账, 心想都怨这个畜生, 他看那小老虎进了山洞了, 李逵一种身也进了山洞了, 这是个老虎弄, 那小老虎到洞里边了, 李逵跟着也进来, 小老虎一看李逵进来了, 这小老虎还急了呢, 他心里也和气呀, 你怎么跑到我家里边来欺负我, 这小老虎把嘴一张, 也拿着要吃人的样子来, 李逵心想, 你还想吃人我让你吃, 他把坡刀一端冲在那老虎嘴, 一下子就捅进去了, 这小老虎把那尾巴 叭叭叭叭, 跌了几跌了, 爪子一挠地, 死了, 李逵把这坡刀往外一扒, 把那小老虎的尸体往盘回一踢, 李逵用手一合这口破刀, 他在洞中一蹲, 心想, 有两只小老虎, 肯定还有大老虎啊, 这大老虎在什么地方, 我得小心点, 李逵正在瞅着, 就听见外边一阵风声, 落叶之响, 正有一只老虎倒在山洞口这儿, 李逵马上把这坡刀撂下, 他轻轻地从腰间, 把这腰刀就抽出来了, 李逵双手一合这口腰刀, 就在这老虎洞后边, 紧贴着石壁, 他瞪着两个眼睛, 瞅着那洞口, 外边回来的是那母老虎, 这母老虎在洞口这儿, 转悠了转悠, 拿那鼻子闻了闻, 看见死的那个小老虎了, 他拿那个爪子, 扒拉扒拉的那小老虎, 这母老虎还纳闷呢, 怎么这死了呢, 母老虎到洞口这儿, 看了个寺外无人, 他只好把这个尾巴甩了两甩, 张着大嘴吼叫立声, 大概是呼唤他的子女, 谁也听不明白, 吼叫立声之后, 他把这个尾巴朝洞里边就伸进来了, 据说呀, 老虎进洞叫大尾窝, 他是吞着往后走, 所以他把尾巴先伸到洞里边, 在洞里边来回扫了扫, 噗,噗, 李逵往旁边躲着他的尾巴, 看他那尾巴扫完了, 这老虎退了就往里进, 这老虎往后边这一退, 李逵就想到了, 这个大老虎肯定就是吃我娘的罪犯, 小老虎他不能把我娘叼走, 准是这个大老虎把我娘叼在这里, 把我娘撕扯完了, 让他的这儿女们吃他, 好, 你吃了我的娘, 我就给我娘报仇学恨, 李逵把那刀端紧了, 罩住那老虎的尾巴底下, 他恶恶恶使足平生力气, 这只李逵一点都不害怕, 他满心想的是为娘报仇, 就是被老虎吃了, 他也不在乎, 这一刀使出了平生的慢力, 而旁边就听见, 这劲头使得太大了, 不但说从老虎的肛门这个地方把刀给扎进去了, 连那护手盆都给捅进去了, 这老虎一声惨叫, 这一声尤打, 这洞里面蹭了就蹿出去了, 李逵的刀没拔出来, 这刀啊在老虎肚子里, 老虎蹿出去, 就在山岗上一声怪叫, 啊, 把那树扳倒了好几棵呀, 那尾巴脚的两脚优打那山岗上, 呼, 啪啪啪, 啊, 这老虎连刀扎, 再从山岗上往下摔, 死在牙下, 李逵伸手把那坡刀又拿下来了, 李逵心想, 这是一只虎, 还有没有虎呢, 两个小老虎, 肯定他有爹有妈呀, 这个是他爹是他妈, 我闹不清楚, 一定还得有一个, 我得小心, 李逵拿这个刀, 又打这洞里又出来了, 李逵刚刚来到洞口这儿, 就听远处又一声唬响, 哦, 李逵心想探娘的, 我今天跑老虎窝里来了, 怎么这儿那么多老虎, 有远处又来了一只吊青白鹅斑斓门口, 这只虎是那只公虎, 这只老虎优打的, 身上就蹭蹭一下就蹿下来了, 这老虎一下了, 一眼就看见李逵了, 看见李逵在他这窝门口这儿待着, 这老虎心里还合计呢, 这是送上门来的买卖, 不得不做了, 你在这儿, 这不是供我实用吗, 老虎一个恶虎扑石奔着李逵, 手就扑过来了, 李逵往旁边一闪身, 躲过老虎的前面两爪, 这老虎紧接着奔着尾巴一摇, 贴着地皮奔着李逵就抽过来了, 这一尾巴一抽过来, 李逵往旁边一纵身, 摆起了破刀, 照着老虎尾巴咔就是一刀, 这一刀正剁在老虎尾巴上, 把尾巴给剁掉了三分之一, 刀下去之后正砍在石头上, 那石头上冒了一股的火星, 蹭蹭一下子, 老虎一疼, 忘灰了一灰脑袋, 把老虎也吓一笑, 老虎一看, 这家怎么还带着火来的, 这老虎尾巴负伤, 他一掉转身更急了, 老虎两个前肘抬起来, 照着李逵, 呜, 又扑过来了, 这着李逵可真是跟老虎喝了命了, 不是老虎把他娘吃了, 李逵也不会有这种蛮力, 老虎前走一台, 不是奔李逵扑过来了吗, 李逵这回是一不躲, 二不闪, 把这破刀双手一举, 照准这个老虎下坑底下这个位置, 顺着, 啊哟, 他就劈下来了, 老虎从高处往下落, 李逵在老虎的肚皮底下, 拿着刀从下边往上滑, 连滑在批, 非常正, 李逵也有力气, 老虎往前扑, 也有一个惯例, 两个力气凑在一块儿了, 这刀从老虎的这拨梗子下边, 就捅进去了, 一直往下, 给老虎喝开糖了, 这一下子老虎也窜过去了, 肚子也开开了, 啊哭哭老虎摔在了地下, 颐巴一摔, 啪啪啪, 就手又完了, 李逵把这破刀手中的轻, 转过身来, 看了该躺在面前的这只死虎, 我让你还吃人, 你倒是吃啊, 老虎没动静了, 李逵把这破刀在手中一踢, 往刺下关桥, 他担心会不会还有老虎来呀, 等了老半天的功夫, 没有动静了, 只听见山风阵阵, 李逵这才猫下腰来, 细心找看自己老娘的骨石, 在附近这一片地方, 把老太太骨石他找齐了, 老太太撕扯成碎片的衣服, 凑到一起了, 李逵把自己外边的一件衣服脱下来, 把老太太的骨石包在了一起, 继成了一个包袱, 李逵丢了这个包袱, 拿着这破刀来到了那个似水神庙的后头, 李逵心想, 娘啊, 您的骨石而我不能带走了, 我只好把您展示掩埋在此处, 李逵用这破刀, 在这似水神庙的后边刨了一个坑, 把老太太的骨石放在坑里, 然后用土掩盖, 李逵又用坑刀砍下几颗松树枝来, 盖在老太太的坟上, 李逵把坑刀往地一放, 往老太太坟前一扑, 李逵是嚎啕大哭, 别提哭得有多痛心了, 李逵想, 老娘啊, 是儿我把您害了, 我回家探母探母, 结果把我老娘葬入了狐狐, 老娘, 儿对不起你啊, 李逵又是悲痛又是悔恨, 在这儿哭了个死去活来, 哭了老半天, 李逵斩了斩自己的眼泪, 磕了三个头, 站起身来, 娘啊, 儿我走后, 要上梁山啊, 到在梁山, 有时间我一定来到这里, 把您的古诗, 起到我的山寨之上, 给您重修坟墓, 儿, 走了, 李逵, 铁着坡刀转身行, 顺着一领山路走下来了, 他顺山路, 走到山脚这个地方的时候, 忽然听到前面树林子里边, 草丛中有响动, 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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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李逵心想, 他娘的, 我是走到老虎山上来了, 是不是又有老虎啊, 李逵把这坡刀一切端起来, 他发问了一声, 谁, 这一声啊, 树林子里边还真有人搭茬了, 我, 你是谁, 快出来, 吸里呼噜有打树林子里边出来吃了个, 李逵一瞧, 有拿刀的, 有拿枪的, 有拿猎叉的, 有拿弓弩的, 是一帮猎户, 这帮人出来之后, 看见李逵还感到惊奇呢, 哎, 我说, 您是从哪来啊, 我从岭上来, 您是干什么的, 我是走夜道了, 您从这岭上面走过来的, 啊, 不对吧, 怎么不对呢, 我刚从上面走过来, 这岭上可最近闹老虎啊, 您没看见老虎吗, 我看见了, 那老虎没吃呢, 我把那老虎都杀死了, 都杀死了, 嗯, 大小一共杀死四只老虎, 什么, 您一个人杀死四只老虎, 就看有一个猎户走过来冲着李逵一抱歪, 我给您做个一, 干什么, 我这才知道, 感情您是神仙降临, 我是什么神仙, 您是吹牛大仙, 降落凡尘, 最后期完全录ault bothers, 我败子保持了, 都杀死了,